好 五倍券就要上路了 政府這次規劃一千三百億的經費 希望小型的店家也能受惠 不過民進黨立委召開記者會 他們認為還是應該要發現金比較好用 因為如果沒有設計一些小面額的這個鈔票 大家可能不會去小店家來使用 那另外民進黨立委中嘉賓他也說 在五倍券政策之下 雖然行政院想要提高這數位券的使用率 可是小型店家他們必須要去加裝行動支付的系統 這安裝的手續費也是一筆成本 不如直接替他們安裝 民眾黨立委邱成遠 蔡壁如拿著手板排一排坐 在行政院宣布五倍券規劃的這天 他們依舊堅持發現金 民眾黨要求紓困孤兒 更認為疫苗覆蓋率不充高 刺激消費對民眾來說沒有意義 而政府自家民進黨立委 對這次五倍券的推行也有意見 店家裝電池 政府要補貼 五倍券預算一千三百億 政府強調要對小型商家 餐飲業加碼 推廣數位券以及行動支付 更是這次的目標之一 不過民進黨立委中嘉賓認為 要讓小攤販 夜市都用上行動支付 這基礎建設的最後一里路才是關鍵 就是一比四 最高補三萬塊 對 七千五 五倍券規劃 十月上路 還有一個多月時間 如何讓店家 業者雨露俊瞻 讓需要振興的都復蘇 更達成臺灣數位轉型的目標 政府還有進步空間 華視新聞網站 李宇健 特報道